他可能做决定是不一样的 只是我只是跟大家说我是这样做的 不一定就是最正确的 我的career经历有四个阶段 比较typical的四个阶段 一开始就是graduate student 然后还做了两个post 然后就成为一个research scientist 在一个公司 最后就成为一个director 最后呢 成为合法开工资 作为方的公司 我每一步就讲一下 有哪些实质入口 做指定 第一个就是graduate student 这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你一定要有个高 你要有个目的 你早上就有一个方向 对于这个呢 对于这个呢 把我进去 哦 这一次站上去 站前 好 好 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学生 或者是一个博士 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说我怎么能有一个好的future 就是好的解决 就是这个时候还不能考虑 就是说我开工资 你还没学成 对吧 但是你要有一个好的potential 就是说起码我学到这个以后呢 如果你真的想开工资 或者有的人可能就说 我不要开工资 我要做一个那个 好的商机生 将来我拿一个nobel price 这个很多人都会怎么想的 不是每个人都想开工资 也行吧 反正他就说 每个人他都想有一个better future 那么我觉得要考虑的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discipline 你应该as more potential 每一个人的特点 每一个人都是gifted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有人在这方面特别的特长 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方面 特别的特长 就是你不能跟别的人去比去 就没有任何人去味道 那么另外的话呢 你要找一个project 就是that matters more for public 你可能有一个很难的一个project 你需要花很多的工夫去做 那么你做出来 那是大家都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你做得真的是很好 但是for most of people that matters 但是另外一个project 大家很关心 可能是一个非常 就是commonative disease 那么医院就说 他在这个 他在里面 一个生理的过程 或者一个新的药品 那么大家特别的 甚至一个诊断的时候 那么大家特别关心 那么这个人就很有potential 这就是有多少人感兴趣 就是市场的大事 另外的话 你可能要找一个 professor 或者说 who always know 就是他比较有名 或者他而且比较care about students 有的professor 他不太管理 你在那装的 可能一个礼拜也见过他那里面 那么当然了 就是作为一个student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好多mark 或者就是刚才能够累计一下 在那个时候就是publication 写一个paper 那这个paper 可能可以锁到箱子里 但是那是你的credit 有没有发表我配 就是你的credit 对你这个credit来着还是很有 可能你不需要再看 但是别人需要知道 你有没有power 当然 对于一个新的grader 就是要找工作 人家就是要看这个mark 因为人家更不了解这个人 那么他怎么会higher 除了跟你面谈以外 就是你的mark是个好 如果你有好的mark 就说明你这个人比较下工作 或者比较smart 就是一个indication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确实有些个决定要做 比如说当时的 是比较master 就是直接拿phd 你要直接拿phd 如果你拿不到的话 你就master 如果你现在做master 你至少有master 我的选择的话 就往上是直接做phd 第一个就是 phd 它的网点签计就比较好 比如说你要做processor 做商业体系 要是master degree 我看到很多人 他只是technician 而像陈总人家做成这种 很大的工资 能够把视野做好 这个人一定不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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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